把豆腐不用切,直接放入锅中,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美食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两根大葱切成斜的厚片 切好放进碗里,别弄 准备一个空碗,里面倒入一大勺生抽 一小勺老抽 半勺棉被糖 再搭入适量的蚝油 放入等量的清水 半勺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前备用 锅里搭入一勺食用油 再撒入少量的芒芒盐 然后把一整块豆腐不用切直接放入锅中 用毯子把豆腐枪成小块 然后再煮成翻炒 把豆腐表面炒成这样的焦黄色 把豆腐炒熟炒透 然后放入大葱 继续进行翻炒 把大葱炒至断生 接下来淋入料汁 接下来淋入料汁 翻炒至炒至浓稠 再开炒至浓稠 出锅之前可以放入青蒜苗 搭配颜色 翻拌均匀 把蒜苗炒软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美味的豆腐就做好了 豆腐这样做 香味是硬 好吃又撒大 而且也是一道不错的下酒菜哦 喜欢的朋友感觉收藏起来试做吧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